哈喽大家好 欢迎各位回到妮宝贝的指甲频道 这一集的主要内容 我们要来谈甲床玻璃 尤其是保湿不足的时候 其实会引起甲床玻璃 改善进度的缓慢 哇 这真的是听起来非常牢口啊 那我们简单说就是 甲床玻璃 保湿决定了改善的进度 这样子听是不是有比较简单一点点的呢 和过去我们讨论指甲的议题一样 一样会举一个例子来做佐证 各位看到荧幕上面 他从左边到右边花了70周 才把他甲床玻璃的问题改善了 而实际上为什么会这么晚呢 那就是因为他的保湿没有做好 甲床玻璃是什么 首先我们当然要讲一下什么是甲床玻璃 因为他听起来就是一个非常学术的名字 简单来说啊 就是指甲和指肉上面的皮肤分开来了 指甲跟甲床中间的位置就产生了空隙 有人会说呢 它是指甲下面的地基被掏空了 在市面上面呢 甲床玻璃有很多的称呼方式 包含了甲床分离 甲床萎缩跟空下症 为了要显示我们的专业 所以英文也来一下 Onycolysis 希望有讲对 甲床玻璃简单说啦 就像画面上这样 它的指甲长度是正常的 可是指甲下面的甲床的粘合却不完整 所以说指甲比较长 可是粉红色的甲床比较短 那这样子我们就要做甲床玻璃 或是甲床分离 甲床玻璃产生的原因有非常多 那我们从最常见的慢慢讲起 最常见的当然就是外力的撞击 使得指甲跟下面的甲床分开来啦 再来呢就是指缘不健康 当指缘就是指甲下面那块肉 很不健康的时候 它就没有办法非常好的去黏住指甲下方 遇到破坏的时候呢 也无法靠自己的力量而修补 所以指缘不健康也是第二项重要的原因 再来是刺激性的溶剂 有一些人工作上面或生活上面 会碰到一些刺激性的液体 而那些液体呢 就会去刺激这个甲床里面 使得他们越来越干燥越来越不健康 而最后分开来了 再来我们要回到比较像是病理上面的问题了 例如说过敏性的皮肤 有一些人他的指尖比较不健康 持续的红肿发炎过敏 那像是富贵手或者是异味性皮肤炎 这样子也很容易造成指甲跟下面的甲床玻璃的现象 另外霉菌感染 像是灰指甲或念珠菌 以及细菌感染 像是绿龙感菌 肠病毒或炮疹 这些也都会引起甲床玻璃的问题 我们过去呢 曾经拍过一个非常详细的影片 在讲解甲床分离 甲床萎缩 甲床玻璃 产生的方法跟处理的方式 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往里面点 那我们今天就不讨论这么细 甲床玻璃改善方法 甲床玻璃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 因为会痛会不舒服 在各种不同的原因之下 此甲床玻璃有不同的解法 好像我们这边就列出来 各种不同的解法 但是各位有没有发现到 像外力撞击 但是病不破坏 然后做好保湿 指缘不健康当然也是做好保湿 刺激系统剂就戴手套 然后做好保湿 身体上的不健康 看医生 然后做好保湿 所以说做好保湿 是改善甲床分离 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解决了原本的问题之后 就要靠做好保湿 来让甲床长回来 在这边我们举几个例子 各位可以点进去看一下 里面都讲了各种不同的 这个甲床分离的方法以及解决的方式 像在荧幕上的这一张 它是因为我们房间的指甲垫 没有做好导致它的甲床分离 最后把它处理好的 再来这个是常见的 就是抠咬指甲 最后甲床分离 当然我们也花了蛮多的努力把它完成了 接下来看到这个非常严重的例子 因为弹疾它造成了额外的伤害 再加上不健康的指缘 使得它的指甲变得非常不健康 再一个常见的状况 就是工作上的撞击 工作的撞击加上抠咬指甲 加上指缘肝脏 当然也会产生甲床剥离的问题 这个例子很多人会有 所以各位可以点进去深入了解一下 甲床剥离处理方法 刚刚前面有提到 甲床剥离的改善 很依赖指缘保湿 什么是保湿 那就是补充皮肤的油脂 既然是外部补充的油脂 特别注意的事情是 要避免化学防腐剂跟果酸 因为它可能也会刺激你不健康的指缘 不健康的甲床 而让甲床剥离的状况一直无法改善 所以我们会呈现建议 使用妮宝贝的指缘跟外用膏 适量涂抹一天十次以上 如果这样做了一阵子之后 发现甲床剥离还是没有改善的话 那很可能就来妮宝贝 做调整型的凝胶指甲 来处理你的问题指甲了 在这边我们一样放上了问题指甲处理的简介 如果各位想知道如何用人造指甲搭配保湿 来处理问题指甲的话 可以往里面点了解一下细节 讲了这么多 我们终于要回到这个例子了 这个例子它本身是在学生时期 就会抠咬手指头 可是它出社会之后呢 就已经借除了咬指甲了 但是指缘不够健康 所以甲床迟迟无法 粘回指甲的下方 导致它的甲床剥离就一直无法恢复 就让我们妮宝贝处理问题指甲 解决甲床问题的两大方向 在我们的专业领域里面 其实要解决甲床剥离 也不过就两个方向 第一个当然是做好日常的保湿 指云油或万用膏 一天擦十次 这样还不够的话 那么就再做手部深层保养 去加强皮肤变健康的速度 如果这样子还不行 那就只好来做调整型的人造指甲 定时修补 然后去稳定甲床生长的环境 去辅助指甲 让它长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它处理前的状况 首先当然就是甲床不健康 还有甲床剥离 也就是甲床分离 或甲床萎缩的状况 当然也有扇形跟飞甲 另外皮肤方面 它的指缘母体不健康 所以导致它的指甲表面 有直的纹路 另外指甲也很软 也很容易凹折 所以说指甲常常被翻起来 才会让它的甲床剥离 一直合不起来 我们来看一下大图 像这边扇形飞甲 其实是很明显的 那甲床剥离当然也有 另外大目指这边 有甲面纹路 看不出来的部分 是指甲软 我想各位应该可以想象得到 就是因为指甲很软 很容易被掀起来 所以说它的甲床才容易分离 人造指甲处理初期 我们在处理问题指甲的例子的时候 通常会依照不同的状况 所选用不同的材质 像这个例子来说 我们使用了复合式的凝胶指甲 是要去保护指甲不受外力的撞击 还要调整指甲的形状 这个客户在初期很认真 保湿也做得不错 所以它在前12周的时候 改变是非常明显的 来看一下 第三周到第五周 第八周到第十周 接下来是第十二周 看起来非常顺利 令人非常开心 因为这双手 它在中期的时候 工作开始变得非常繁忙 所以没有办法认真做好日常保湿 导致它在中期之后 指甲恢复的速度就变得非常的缓慢 所以甲床改善的进度就时好时坏 导致耗费了非常多的时间跟金钱 在反复反复不断的纠结当中 左边是38周右边是50周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进步 时间就像卡在那边一样 后期保湿加速成果 这双手他在50周的时候 想到做了快一年了该卸甲了吧 所以他的日常保湿就认真非常非常的多 这样子的做法呢 让他的甲床玻璃复原就变得非常明显 另外飞甲扇形也有很明显的改善 甲面的指纹也明显的变少了 左边是64周右边是67周 再来就是70周卸甲的时候了 短短两三次就改变的非常非常多 所以保湿真的很重要 这个例子没有去细讲他每一周的变化 如果各位想要了解的话 我们过去写过文章 可以在下面说明栏找出这个连结 往里面点去看一下 他每一周详细的变化 甲床恢复 依赖保湿 指甲下方的皮肤 我们叫做甲床 如果甲床干燥发炎不健康 甲床就会长出比较厚的皮脂 如果说指甲跟甲床中间有比较厚的皮脂 那就会干扰甲床黏回指甲的下方 所以说如果你希望甲床能够顺顺利利的往前长的话 那么一定要做好保湿并且避免破坏 我们现在黑色箭头指的地方 就是所谓的指缘 指缘这些部分需要做好日常的保湿 加上避免指尖的破坏 这样子才能恢复指尖的健康 甲床才能够一步一步的回到正常状态 甲床剥离处理方针 最后要结尾了 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上面所有的资讯 首先如果甲床玻璃很严重 有感染发炎的话 那先要就医治疗 如果说没有医疗处理的必要的话 那就可以来享受你宝贝的产品与服务 首先第一点当然是使用你宝贝的指缘保湿产品 像是指缘药跟亥养膏一天十次适量涂抹 这样试看看一阵子能不能改善 如果还是不行 那么就加上你宝贝的手部深层保养 我们会用很多很多的工序 很细心的方式来帮你处理手部的皮肤 试着加速皮肤变健康的进度 如果这样子还是不行 那么只好使出我们的绝招 那就是调整型人造指甲 人造指甲的协助 以及不断不断的修补 以及认真的保护 去让你的指甲恢复该有的状况 当然了 也有比较心急的客户 他把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 加起来一起做感进度 这样子那当然可以让进度快很多 就像这个影片中提到的例子一样 他前期12周很认真保湿所以进度很好 中间不认真保湿就进度很慢 最后那两个月因为保湿做得很好 所以进度也是非分式的往前跑 在这里又回到了我们这个标题的大结论 甲床玻璃的处理进度 很依赖子源保湿的状况 做好子源保湿 才能让你甲床玻璃的状况 好 赶快赶快回到正常的情况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看到这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